大家好 好久沒有賽道日了 今天我們又來到麗宜堡賽車場 在鏡頭後面有一隻青蛙一直在 大隻大隻大隻 你有種再跳一次 這位大神你今天是來幹嘛 我今天我來賽道 我來欣賞德哥風采 喔那好啦 順便創造我個人更亮的光彩 就是看一下你小小的光芒 和我巨大的光芒 妮妮姐其實她最近在賽道上的狀況 已經越來越熟悉 什麼時候 再讓她等個兩年 她一定可以成為這裡的管理員 謝謝你幫我找工作 好了好了 因為她在後面一直彈彈彈彈 害我不得不Cue她 拖滿我整個節目的tempo 但是今天我來到賽道很開心 因為今天是Marserati的賽道日 這一等喔等了三年了 上一次的賽道日2018年 就是剛好櫻挫陽車沒有參與到 所以今天無二任何一定要來 今天我們至少會開到三回合是不是 那為了用不一樣的試車 我們用感情有溫度的報導 沒中了 其實我不知道今天有什麼車 不管囉 那我們就來一起體驗囉 出發 拜託 我很聰明 好不好 我如果能讓妮妮姐跟到 我就退出江湖 下面的留言請寫 今天這麼快也敢跟我嗆 對一個弱女子講這種話 這叫做什麼 什麼 沒良心 喔 好錯 而且第一台讓我抽到 我最想要開的LaVanze GT 小意思 第一次體驗她到賽道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會是美好的體驗 出發 一開始先暖身的概念 這麼大修律 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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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 到彎前就放慢 一點點的煞車 對… 好讚喔 油門不要客氣 沒想到 LaVanze GT竟然在賽道 感覺是這樣 滿煞車 油門出來的時候聲音它也出來了 它讓我很沒壓力耶 我記得我之前開過大修旅 你看我現在在彎 我切最外圍 再切回來 貪心一點… 馬路用完… 對 油門切出去 Go… 前油門 它煞車很厲害 對 可是我故意用滑的 很棒 對 好 現在切大彎 再切過來 好 好 切 Good 我走外圍 對 把路用盡 很棒 切進來 跟上… 跟上… 不能被套圈 好 燃爆神 好… 上坡有力耶 這彎很大 好 我給它超大 好 油門準備 stand by 我用喊的 輕鬆耶 這在旁邊 最好舒適 是舒適的喔 對 不會就晃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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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給你一個大圈 我好開心 我的第一台車竟然就是LaVante GT 之前我開它去郊區 然後市區我也開過 燃爆神來一下 它竟然彎道可以表現這樣 來 加起來… 對 直接貼背 就是要這樣子 真的真的就是只要你稍微記得說 在彎的時候什麼時候帶那個煞車點 油門 是真的會開上癮的一台車耶 因為有一些大修理推頭推道 開車的人都快暈車了 但我誇張了啦 但它真的是舒適耶 然後坐旁邊的人 好像也沒有很嫌棄我 油門… 油門還是會甩啦 對 但沒有到那麼大喔 油門 它的煞車真是厲害 我基本上是含煞車而已 然後彎了我就大圈 然後進來 我也可以直接做動Sport模式 跟Skyhook把它打開 我現在上坡油門不要害怕 上坡遇到大彎 這時候就是點放我的煞車 哇 Sport模式給它下去 有 我零百加速六秒啦 應有未盡六圈 時間怎麼過那麼快 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 整整六圈 我覺得很有收穫 大的修理 我前面兩圈先warm up 然後第三圈開始有點使勁踩 然後再給它這個Sport模式下去 當然GT沒有COSA可以選 下午希望我的車有COSA模式可以選 不是那種很煞的路線 但是我發現在做每個動作的時候 我是有信心的 所以我覺得整個過程是愉悅的喔 因為有時候我們參加很多的車主日 那個真的是每個都往前衝 會讓人有點緊張 有點壓迫感 但我們先來盤點一下 今天有哪些車呢 今天呢 包括了Macerati的這個自主研發的 直列四缸的引擎 剛好第一台車就體驗到 La Vente GT 我自己是蠻驚艷的喔 因為大車我不預期它要讓我快樂 但是它讓我挺快樂 而且我剛開完之後一下說 蛤 六圈了 怎麼那麼快 有那種感覺 那再來就是今天同時呢 也有Gabley的GT 還有Trofeo 今天有這個La Vente Trofeo 然後Gabley Trofeo 然後還有Gabley GT 所以我個人呢 覺得下午不管是哪一台 我應該都會心情相當的愉悅 其實蠻建議車主 如果你真的擁有這樣的車的話 不妨去報名一下車主日好了 或是賽道日 因為我覺得這個時間 這個地方開 跟你平常在市區 是很不一樣的樣貌 就是車子的個性 你可以更瞭解 所以你平常時可能 因為你在賽道練習過了 所以你有時候去別的地方 你就會想 平常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怎麼去操控你的車子 第二回合Section 2 準備出發 讓我們拭目以待看下去 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 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 市價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贏家吧